你说 我到底是谁 一个姑娘凶巴巴地看着眼前这个清澈的男子 一脸跋扈的模样丝毫没有那日在株木树下的田径与安然 少年平静地看着这个姑娘 不惊乐了 道 可是 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 你哪怕问我是谁 我都能给你解答一下 可你问我 你是谁 我实在是很为难啊 女子有些蛮不讲理的样子 道 那我只认识你啊 不问你问谁 语气虽然很凶 但是少年居然听出了几分女儿家的娇俏起来 话说回来 在这寒荒国 他接触过的女子也是屈之可数 少年道 说的也有道理 那不然这样吧 你以后跟着我 说不定天长地久 你就想起来你是谁了 或者 我这颗聪明的脑袋就找到了你的身份线索也说不定呢 少年眨着眼睛看着这个姑娘 他眼神中一闪而过的狡黠目光并没有被姑娘捕捉到 姑娘想了半天 觉得这好像也是唯一的法子了 她看着少年 道 反正也是闲来无事 你先跟我说说你从哪里把我带回来的 少年一笑 道 注意措辞 不是带回来 是解了回来 少年的笑容中有调戏的意思 但很显然 这姑娘并不胆怯 迎着目光而上 道 好 那你说说 你是如何趁人之危的 嗯 趁人之危 这一个词让少年瞬间哑口无言 想了半天 回对一句 也对 我从没见过如此能睡的姑娘 若说睡着是趁人之危 那 姑且我就认下吧 少年一副委屈的模样 可姑娘却看得清楚 不过她直觉告诉她 眼前这个眉眼清澈的少年对自己似乎并没有恶意 青秋之国 白真上神剑霸站在桃树下 哲言上神从狐狸洞中伸着懒腰出来 一出来就看见白真上神在发呆 便开口道 真真 你这两日极爱发呆 白真上神回头道 我到底还是担心凤九丫头啊 哲言上神活动了一下筋骨走到白真身边 道 我怎么听说 这几日文昌帝君也不见了 白真上神一脸错愕 看着哲言道 你听谁说的 哲言道 昨日你睡下了 私命过来了一趟 说是自己不放心 过来瞧瞧 闲谈中提起这几日的朝会 说是天君很是恼火 文昌帝君又是一脸多日不在朝堂 白真上神不以为意 道 荣语 我不 应该是文昌帝君本来就无拘无束 天君道好 非给人居置回了九重天 也只是留得住人留不住心 如今道好 连人都留不住了 哲言看了一眼白真上神 道 你道真是心大 白真上神道 凤九不见了 我如今啊满心想着如何给阿爹和二哥交代 哪里还顾得上旁人啊 哲言意味深长地看着白真上神 他知道白真是聪明的 白家的儿女 哪个不是蹊跷玲珑心 只是各自在意的方向不同罢了 果然 只是片刻功夫 白真上神提胡灌顶 他一眼难以置信的模样看着哲言 道 你是说 哲言上神怂了怂肩膀 道 道也不确定 只是同时不见了 是不是过于巧了 况且他们可是有三生十的缘分啊 哲言上神一段话说完 白真上神再无他言 倒是哲言上神仿佛是打开了话匣子一般 继续道 你说 东华他感觉到了没有 白真上神望朗朗已经大亮的天 道 凭着他对凤九那弯弯绕的性子 恐怕昨日思命来就是他的意思吧 只是 若真是他的意思 他告诉我们做什么 哲言再一次怂怂肩 道 谁知道呢 他的心思谁能明白 哲言一脸的无所谓 可白真上神瞬间来了精神 道 真想看看东华帝君的反应 那语气中的兴奋之意仿佛方才发愁闷闷不乐的人不是自己似的 哲言上神道 东华帝君如何我倒是不知 只是咱们有段时间没去昆仑须瞧墨渊了 小五大婚那日之后就没听见墨渊的动静 不如一同去瞧瞧 白真上神不明白墨渊上神有什么可瞧的 于是道 倒是可以瞧瞧 只不过为什么想起来墨渊上神呢 哲言一笑 抓着白真上神就要走 道 与东华帝君一样 如今都是伤心之人 从前的四海八荒 神族为了异界的是 接连让墨渊上神和叶华太子分别挤了东皇中 大家信心念念的尽是对神族的敬仰 如今好不容易到了这太平盛世 总算是可以找更多的乐趣了 比方说十里桃林这两位 哲言上神和白真上神整日私混在一起 不仅仅感情非同一般 就连两个人的兴趣爱好也逐渐相同起来 这不白真上神听到哲言这么一说 瞬间来了精神 仔细想想 距离白浅和叶华大婚没几日 想来若是真的伤心人 此刻应该还没有彻底走出伤心的情绪吧 似乎是白家人骨子里就有爱看热闹的基因 一想到洪荒尊神长年面色冷漠 又在他清秋的炎华洞中躺了几万年 如今昆仑须山下 哲言一直叫喊不停 珍珍 你倒是慢一点 另外你这幅想看戏的样子收敛一点好不好 白真上神丝毫不动容 拉着哲言就往昆仑须上跑 只是一到了正变向来 潇洒的两位神仙却稍稍有些愣住了 大殿中 冰冷的石器自成一派肃木 白衣弟子远远站着像是在聆听 又像是平息伺候 中央向上的地方默扔上神不改装束 坐在那里 手中拿着一颗白色棋子 对面是一头银发一身紫袍的东华帝君 面前放着黑子 你们这是哲言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 顿了顿看向了另一边墨渊的弟子 道 今日昆仑须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不知是哪个弟子 长相很是清秀 听了哲言的话连忙道 据说小时期大婚那日 师父曾与帝君约好一同下棋 想来东华帝君今日得闲 便来了昆仑须 默扔的弟子说得恭恭敬敬 哲言听起来也觉得没什么毛病 白衣上神则是冷言道 我这还没找到凤九呢 东华帝君倒是清闲 跑到昆仑须来下棋 哲言看着白衣上神老大不乐意的脸 又瞧了一眼东华帝君心想存夺一番 示意白针上前 两人顺势走到默扔上神和东华帝君身边坐下 默扔上神手中的白子迟迟未落 哲言好奇看了一眼棋盘 依着他对默扔的了解 他的棋艺应该和东华帝君不相上下才对 怎的一颗白子举了这么久还未落下呢 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哲言上神认真研究 这棋盘上黑白子的落点 这应该不难啊 莫非哲言心中疑惑 盯着棋盘在看 大约又五秒的时间 哲言抬头眼中有难以捉摸的笑意 他看着东华帝君道 我只当东华帝君不操心那小狐狸呢 原来是到这里来找线索了 白针上神不明白哲言这番话的意思有些疑惑 可也没有开口追问 只是照着方才哲言的样子看向了棋盘 四海八荒都知道 昆仑须是个宝地 不仅仙泽大圣适合修炼 整座山上所生长的东西 无一例外都有其大用处 其中就有一种名叫大骊的神鸟 据说这大骊神鸟 与当年宿井族留下的 杰破灯有一曲同工之妙 杰破灯可以凝结 已是之人的魂魄 从而使其复生 这大骊鸟却可以凭借着一个物件 找到四海八荒之中 三界之内的任何生灵 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 昆仑须默然上神 自从几万年前长年 在此期间大家都快要忘记了 这些没有得到正式的传说 更何况这大骊鸟从未有神仙见过 久而久之大家 只当是大家为了夸昆仑须庄的一个由头罢了 可凡兼有话 无风不起浪 作为新神纪的神仙们来说 这或许只是传说甚凡的其中之一 稍稍聊一下就过去了 但对于新神纪之前的神仙 尤其是像哲严东华这样的神仙 他们可是知道哪些是传言哪些是真实的 帝君 你有话不妨直说 莫冤上神到底是没忍住开了口 东华帝君本是低着头看着起盘 听着莫冤上神这么一说 倒是不自觉的一挑眉毛 有点喜笑颜开的意思 大骊鸟这几十万年也应该活动活动筋骨了吧 东华帝君说得很随意 仿佛是真的为着纳伤灵考虑似的 哲人上神瞬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白针上神稍稍思索一番也明白了端倪 嘴角也忍不住扬了起来 莫冤上神嘴角稍稍抽动 似乎是缓了一会儿 猜到 我就说你今日怎么如此闲情意志来找我下棋 原来是 莫冤上神说到这里又觉得不太对 道 是白家的小狐狸怎么了吗 毕竟奇葩上黑子悄然落成的狐狸图案实在是明显 即便是莫冤上神想装傻也是不能了 不过自从少晚之后 东华帝君倒是从未主动来过他的昆仑虚 而最近几次来却都是与青秋那个小丫头有关 莫冤上神后来想起这些事的时候还是有点不明白 一向冰冷孤傲的东华帝君怎么就被青秋那个还没张开的小狐狸泥的神魂颠倒的 不过这都是后话 眼下 大鲤鸟才是今日的主角